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yes哥 有问题就找yes哥 今天我们跟大家聊一下最新的庇护政策分析 因为很多朋友比较担心这个问题 所以我今天来跟大家讲一下 为什么要讲这个 因为最新的好像美国政府又发出了一个新的庇护政策的一个改革 一个改革我之前看了一下我还不太清楚到底是不是这么回事 然后后面查证了一下 好像还真的有这么回事 那么我在之前的好多视频当中 其实也一直在说庇护政策收紧 当然其实用收紧这个词可能比较符合很多朋友的心理预期 但是实际上更准确的词 我觉得不应该叫做收紧 应该是叫做这个庇护的一个严格审核 严格审核 你看包括他前面的所有的这样的一些政策 其实全部都是跟这个有关系的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现在这个 这个庇护这个系统就是确实是存在一些滥用的这样的一些情况 也不说全是中国人 就是很多国家不同的这个国家人就全部都是滥用 这个这个你看川普他之前改革对吧 他说把那个2018年 大概一二月份开始的这个后申请 然后呢 先面谈这样的一个政策执行出来的目的呢 实际上很明显就是为了避免那种 啊就是为了这个这个就是借助这个 庇护审核系统的拥挤 然后呢随便找一个 找一个理由去申请啊申请了之后呢 就是等着这个pending嘛 pending啊 他的pending期间呢 他又可以申请公卡对吧 就是实际上就是借助这个庇护系统 然后呢申请公卡 然后呢 就就就就保持这个等他等到他这个被失败了之后 他又跑了 这样 他实际上就是可能在美国已经打了10年工了啊 就有这种 对不对 所以这种滥用公卡的实在是太多了 这个导致了这个 啊川普政府呢 川普呢他他想改革这个 所以呢他现在改成了这个 呃 后申请的然后先面谈对吧 因为原来都是按训训来啊 就是结果积压越来越严重 积压越来越严重很多人 就是一些真的庇护需要庇护的朋友呢 他也被 积压了对吧 这一积压就是他一等就是很多很多年 这个对很多人来说是很耽误事儿的 但是呢对又不同的人呢 他有的需求不一样啊 有的人他就是不去 不是为了这个对吧 不是这个真正的搞这个的 他就是为了一个公卡或者什么之类 所以这个所以导致一些真正想申请庇护的 想申请身份的 这个很难因为这个积压太严重太严重了啊 包括 之前有朋友给我反映他说他什么 15年 16年申请的到现在还没有对吧 那那个时候是因为是执行老政策嘛对吧 所以这个 这个问题呢也非常的严重 所以他现在这种实际上就是一种严格审核 所以实际上现在后面申请的很多朋友其实得益于这个政策 他们很快的就通过了这个庇护的申请 然后呢拿到了 呃就是通过通过信啊 然后呢他在一年之后呢他就可以申请绿卡 这个对很多人来说其实是非常好的 尤其是对那些真正需要庇护的啊就是真实的这个需求的对吧 所以实际上川普的这样的一些改革 他并不是说是政策的收紧 而是是严格审核这个庇护资格 那包括他最新的这样的一个庇护政策的导向啊 其实还是这个东西 我们来看看啊 这个说的是川普政府公布新规啊美国收紧政治庇护标准 对吧 收紧庇护政治庇护标准的目的啊实际上就是严格审核嘛 我们来看看啊到底是哪些 他说呀新法规对庇护申请人于被遣返后的可信恐惧 进行了更为严格的限定 寻求庇护者必须提出足够的证据证明其回国后将遭受 严重伤害 而不仅仅是现行法规中所要求的庇护申请人对 遭受迫害或酷刑存在切实恐惧 还有什么啊 不属于受庇护的这个范围就是个人间的敌意或报复 还有对犯罪组织恐怖组织 帮派等非国家组织 不赞成会反对 但并未表达出来 那实际上像这种事案就是 很多人也总结了一下 他说你比如说以前的那个 你就是那种帮派的 或者是什么这个犯罪组织的受害人啊 也可以申请这种庇护 这个这个资格的就是 怎么说呢 就是可能也存在一些滥用的情况啊 可能也存在一些滥用的情况 因为这个很容易就可以编造一个出来啊 连政府的都不是啊 就是他他代表的都不是政府啊 而且很多这种帮派的这种仇杀对吧 那比如说他自己本来就是一个另一个帮派的黑帮分子对吧 他被 对不对 其中的一个帮派分 帮派这个追杀了啊 然后他跑到美国来 庇护了这个这个什么意思嘛对吧 那到底是美国都收留的是什么 收留的是一些犯罪分子黑帮分子吗对不对 所以这个这些都是存在这种乱用的一些问题 所以他实际上就是所谓的收紧就是 严格审核标准 但是对于那些真正的 呃需要庇护的人 确实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就是 啊如果说你是真正的寻求庇护的我相信大家应该是可以 呃 就是相当于说你应该是有一个完整的证据链和 充足的理由和证据证明你 对不对回国后肯定会受到迫害啊就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就是 相当于政府迫害嘛对吧这个应该说是 如果说你是真的有相关的经历这个是应该是很容易做到的对吧 所以这个根本对于那些真正的 庇护的朋友来说我觉得 并不是一个问题也就是实际上他的 这个现在这个法规啊他还是一个加强 严格 呃庇护申请资格的审核的 问题 所以 呃很多的一些其他的一些新闻媒体啊什么的这个自媒体啊 他们的这种解读啊说以后啊这种这种情况不能申请庇护 那种情况不能申请庇护 其实 基本上没有什么因为我大家都知道这个 中国人啊对吧这个首先这个中共国存在在那里对吧大家都是沦陷区出来的对吧 本身来说这种 所有的拿中国护照的都有资格申请庇护对不对 然后呢当然啊大家中国人出来的这个申请庇护的常 呃一般来说的很少很少有人说啊我是被黑帮追杀所以我逃出来了对吧 当然我们也可以说是最大黑帮就是中共对吧 所以如果如果美国认定这个中共它是一个恐怖组织什么的之类的黑帮之类的 这个反而对大家是有利的对吧这个实际上就是 美国政府都知道对吧连美国政府都知道这个中共的这种黑帮性质那 显然 大家也是非常合理的对不对 那当然我们不是说呃就是从这个 私人民间的这种黑帮分子啊这是这是 这是国家组织的这种黑帮对吧 国家级的黑帮啊就是中共 对吧 所以 呃大家都实际上是有资格去升级的而且呢正常情况下呢大家的一般来说是啊就是这个政治迫害嘛啊还有这个 宗教类的啊主要就是这两类的啊 基本上中国的来的朋友基本上不会说我是因为遭到一个私人帮派的黑帮什么追杀之类的基本上很少很少啊就或者说 呃我我没有没有我没有看到过啊没有看到过 所以基本上这个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那按照这个资格审核的话我觉得反而对一些这个真庇护的朋友反而是有利的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 实际上他会筛选掉很多那种就是虚假的一些东西啊这样的话呢反而一些真庇护的一些朋友他们的这个 需求啊很容易获得这个移民局的这个认可啊 而且呢移民局他可以筛选掉一些人之后呢他这个工作进度可能也会加快啊这对很多有急压的朋友反而也是有好处的 也就是相当说 这个申请庇护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就是你的所有的经历一定要是真实的 可信的啊然后是有完整正确链 这一块如果你做好了我觉得 根本就不需要去担心啊他这个庇护政策哎呀今天变了明天变了对吧你不变应万变 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一定要是 切合自己的这个真实经历 这个是我反复跟大家说过的问题 好今天的这个话题呢就讲到这儿 现在的收看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